青藏高原是世界屋极 亚洲水塔是地球的第三级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2017年8月19号 我国启动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 涉及十大科考任务 其中 巅峰使命珠峰科考昨天全面启动 共有16只科考小组 270多名科考队员参加 这是第二次青藏科考以来学科覆盖面最广 参加科考队员最多采用的仪器设备 最先进的综合性科考 整个科考从海拔4300米的中科院珠峰站 一直到峰顶8848.86米 不少路线不同于传统的登山线路 此次珠峰科考围绕西风季风协同作用 亚洲水塔变化 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 人类活动等重大科学问题 协同考察研究珠峰地区六大圈层的垂直变化特征 和相互作用激励 揭秘气候变暖背景下 珠峰极高海拔区环境变化规律 温室气体浓度变化特征 及生态系统碳汇功能 人类对极端环境的适应特征 实现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新突破 提出珠峰自然保护创新科学方案 这次珠峰科考呢 我们整个定位是珠峰地区的环境变化 那么以前珠峰科考曾经主要聚焦在它的高度 这次我们就要从大气的 从水的 从生态的 从地表过程的 都要与这个全方位的考察 同时呢这个地区也是我们讲亚洲水 因为它是我们和周边国家水资源共享的一个关键地区 同时呢这个地方从整个的大气的传输的角度 西风和积风相互作用 这个地方是最强烈的 科考队还计划联合西藏登山队 将自动气象站架设到8000米以上海拔 实现珠峰极高海拔区气象梯度自动观测和数据传输 首次在地球之巅 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冰雪厚度 尝试突破浮空艇大气观测海拔世界记录 到达9000米等 此次综合科考将首次突破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 并完成珠峰封顶的综合科学考察任务 是人类在珠峰地区开展极高海拔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一次壮举